这个周末因为滞留封面的关系 天气还是相当的不理想 不能够外出郊游了 但是如果您担心待在家里 会浪费这个美好假期的话 环宇新闻今天就要介绍你一个好去处 就是5月10号才刚刚启用的 新北势力图书馆的新总馆 全新的风貌以及环境 可以让你带着一家人 一起待上一整天都没有问题 接远几日的坏天气 让你想出去又不知道去哪里吗 朋友们介绍你一个新地方 绝对会颠覆你的想象 跟我走 说颠覆想象绝对不夸张 一踏进来这里 舒适宽敞的空间设计 与其说它是做图书馆 它更像是家里的大客厅大书房 生活形态改变配合着民众所需 图书馆不再只是图书馆 主打24小时不打烊 首先令人惊艳的是 大小朋友都爱的亲子书房 不管是陪着小朋友们一同玩意志桌游 或是拼积木念故事书 亲子书房就足以带上半天 其中巨型的故事投影书 边互动边说故事 更是小朋友的最爱 像柜台都有积木可以接 然后还有一些试听的书籍 对小朋友来讲都觉得还蛮新鲜的 就像现在他积木都在这里玩 这样就不会吵到真的看书的人 对那他们也有得玩这样子 满足了亲子的需求后 再往上一个楼层走 琳琅满目的书从中 更是让爱乐族群一次看个过瘾 而我也发现了一个贴心小服务 决定了自己想看的书后 先别急着阅读 你还可以先拿去消消毒哦 打开书本消毒机 再将书放进架上 随后按上按钮 按书就能消毒吹去灰尘 让民众看得安心 看得安全 不要怀疑你的眼睛 这些多国风格的阅读角 正是这里的特色 让你仿佛置身不同国家 但别只顾着沉浸书香 也要适时动一动啊 朋友啊 看书看累的话 你也可以来到体势人士 选一首喜欢的歌 一起来动一动 无力全开之后 来到这边你也可以变成Rocker 动动手脚 书压完肚子咕噜咕噜叫 想吃点东西 不用走出图书馆 一楼就有青石区 点杯咖啡 与三五好友们 也能坐上一整天 但想看的书真的太多 看不完 没有关系 这里还提供24小时的借还书系统 全自动的取书服务 30秒就能完成取书 看完之后 只要简单几个动作 自动仓储系统 就能替你还书 快速又便利 这些全国首创的服务 是不是让你也想来一探究竟呢 欢迎成年王威 新北采访报道